太师庞吉 非常热情地 换带了云瑞和方淑安 究竟这老家伙心里怎么想的 实在叫人难以琢磨 后来啊 外边又来了客人了 庞吉这才起声告辞 临行之时对白云瑞说 白的将军 你既然来了你可不能走啊 今天得多吃多喝 老凤还要向你敬酒呢 哈哈哈哈 十陪十陪 他转身走了 云瑞本来想走 方淑安也不累在这待着 但是一看这庞吉太热情了 就这样抖了抖了一走 显着礼貌上交代不下去 时间不大 庞喜来了 二位将军 外边开席了 请二位到外边吧 两个人跟着庞喜到了大厅 又一看着人那就更多了 来的人都是五府六部九青四巷十三科道拔的朝臣 宫里宫外的人不下千十余号 一个个珠光宝气 光彩多梦 云瑞和方淑安站在人群里头 时间不大 婚礼开始举行 就要见三国就旁虎 冒叉公花 十字披红 身上穿着男袖平津的大红缎子 袍裤 这新娘子 凤冠狭屁 珠光宝气 在男女伴郎的陪伴下 在鲜花虫中 大败天地 这些繁琐的理解 咱不必戏表了 十万里之后 新娘子被人扶着回新房了 新郎官留下筹谢来宾 这时候庞喜又跑过来 让白云瑞方淑安坐到第二张桌上 这张桌上 没有白云瑞啊 最小的就是方树安和白云瑞 剩下有九成兵马司 五军都体府的元帅 都在座 跟云瑞他们打了招呼 时间不大 罗列背叛 这些仆人们 像穿梭似的 一样一样往上端菜 方树安提着鼻子一闻 心说真香啊 没等吃呢 这穿味儿就钻到里边去了 他往桌上一看 猴头燕窝 杀鱼吃 竟是没吃过的好东西 心说罢了 老庞吉真豁得出去 可也难怪 你哪来的钱 还不是挂尽了民脂民膏吗 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 方树安一想 我长这么大 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今天别白来 我还花了一两银子呢 我就捞捞本 您看这位 甩开腮帮子 掂起大槽牙 这顿吃 人在座的人 都有身份 大家互相谦让 唯独这方树安 不管这套 他吃了个老满 有时候云瑞 就拿手推他两下 觉着他太有点失礼 方树安心中暗笑 老说 你待这讲什么礼 不吃白不吃 我这就对了 你说方树安多有意思 背着别人不知道 把手绢拿出来了 挑那最好的点线 还包了几块 揣在怀里 正在这时 老太师庞吉 跟三国舅 庞虎来敬酒来了 庞吉 先给做了指引 庞虎见过云瑞和方树安 白将军 欢迎您光临 别人 我敬一杯酒 您可得例外 我敬您三杯 云瑞一笑 散过酒 小可不胜酒量 哪里哪里 央雅雄海量 您这叫客气 来 我要先敬您一杯 土人拖着个盘 把银杯放在这 三国舅旁虎 先给云瑞满了一杯 云瑞一看 推辞不了 一阳波喝下去 他又敬了第二杯 云瑞就不想喝 方说 哎呀 老叔啊 喝就喝呗 今天是喜酒 一阳波就下去了 云瑞一横心孤大 又喝下去了 庞虎又敬第三杯 云瑞就像喝汤药似的 咧着嘴又喝下去了 庞虎大喜 巴了 白将军您真傻了脸了 改日 我还得请您多喝 方老呀 多喝多喝啊 失陪失陪 说着跟他爹 要到别的桌敬酒去了 白云瑞就叫他 头重脚轻 心里蹬蹬直跳 那么多好吃的 吃不下去了 他就打算走 可一看这桌上 别人都没动 自己这一走 别人还得送 给别人找麻烦 因此云瑞耐着性子 在这等着 哪知道酒宴吃完了 还没完事 庞虎站到大厅之中 就喊上了 各位来宾 我们老太师为了 酬谢各位 在后花园中 准备的大戏 各位都别走啊 到后花园看戏 云瑞一看又走不了了 随着人群到了后花园 这太师旁 一只花园太大了 郑中央有一座楼 叫文光楼 文光楼前大的大戏台 前头摆着桌椅 云瑞和方树安 坐的第七排把头 前面有插头插头 摆着各种 刮过梨桃 水果点下 时间不大 开封府 著名的艺人 纷纷登台现役 那演的还真精彩 一开始云瑞看不下去 后来呢 还真入了迷了 在这儿 红轮西坠 玉兔东升 天黑了 太师府的花园里 火树银花 长满了灯火 比白天更显着热闹 他跟方树安 爷俩正在这儿看着 云瑞就感觉到身边 好像来了个人 回头一看 可不是吗 从人群之中 挤进了一个小个 打冷眼看 好像蒋平 食指比蒋四爷的年纪还大 小眼睛倍儿亮 多少有点鹰勾鼻子 稀不愣愣的胡须 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青 倒显着可精神还挺绅士 冲着白云瑞一乐 哈哈哈哈 请问 您是白的将军云瑞吗 啊 是我 您是 在下姓耿 单字名四 耿四 云瑞心里想 这名叫得很生啊 在头脑之中 好像没这么个名字 您找我有事 白的将军 府门外 您有一个多年的老朋友 等了您半天了 让我到太师府前来请您 他说有极其重要的事情 要对您说 如果您方便的话 跟我到外边去一趟 白云瑞有心细打听 可这阵大伙都在听戏 如果在这一句说话 显着不礼貌 云瑞就站起身来 告诉方叔安 说啊 你先等会儿 我去去就回 其实方叔安也听明白了 点了点头 就这样云瑞 跟这个自称叫 云瑞的人走了 方叔安一锁嘛 大概不是开封府的事 要开封府有事 也得连我一块找着 哦 我老叔的熟人 背不住 他现在有名望 不亲的人也得亲了 不近的人也近了 等着吧 一会儿老叔回来 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可等啊 六出戏都唱完了 都到了半夜呢 白云瑞也没回来 方叔安这心呢 可就没柄了 心说老叔你不对 你怎么把我给蹲这了 你办完事回开封府睡觉去了 你得带着我呀 可我今儿来是陪着你来的 你这人 哎 方叔安一想 我别傻老婆等灭汉子了 这戏我也看够了 他一看也有走的 干脆我也走得了 就这样的爬了爬了屁股 站起来 正在这么个事 可了不得 就听见太师傅的东院就开了锅了 大总管庞喜 声音都变了味儿了 跑进花园子 冲着台上一摆手 别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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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人命了 三国就叫人家杀了 就这一嗓子真好像晴天霹雳 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 方叔安一听 是什么 不是我听错了 洞房出事了 三国就被人杀了 又这事可太突然 大家沉默了片刻 紧跟着开了锅了 纷纷的跑向新方 方叔安也有好奇的心 因此随着人群 也往新方跑 究竟要看看怎么回事 书中代言是真的 真的 三国就果然被人杀了 这事情就发生在半个时辰以前 方才咱们说了 新郎新娘败了天壁 新郎管庞虎 留到大厅上给来宾满酒 新娘呢 想回到新房去了 这个新娘子是谁呀 就是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女儿 号称三仙女 名字叫李玉青 人样子长得不错 而且这个人品也端正 李天祥也是著名的奸臣 跟老太师庞吉狼狈 为奸勾搭连魂 相处了这么多年了 由于这个缘故 双方才结了亲 其实庞虎啊 今年都三十二了 广媳妇就娶个四次 可不知道为什么 娶一个死一个 后来找个算卦的 说他命硬 得找个命大的人才行 第四方就娶的李玉秋 新娘子呢 被缠进新房之后 半娘都退出去了 把房门倒带 新娘一直在这等着 到了掌灯一大后了 玉秋这心里头 就想三国舅的事 说这三国舅 跨马轮刀 文能匹笔 这个人也堪称文武全才 找这么个丈夫啊 也不算亏了自己 从今以后 我们要夫唱复随 我们夫妻好好处着 他这个心呢 就想未来这些事 可后院正在唱大戏的时候 院里的鸦雀无声 突然门一开进了个人 这人高抬腿轻落足 声音极其轻微 就来在床边 挨着新娘坐下 一开始新娘子认为的是三国舅 心里的还挺不痛快 心说国舅 咱是夫妻 光明正大 你干什么这么狗狗窃窃的 你敢把我吓了一跳 那位说他怎么胡猜不看看呢 不行 因为他脸上带着盖头 这个盖头啊 得新郎官亲手给他摘掉 他不能摘 有这么层布挡着 他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呢 好像不是三国舅 这人穿着一身白 三国舅是穿着大红的喜服 有新娘的心就一动 正在这时候 这个人一伸手 把李玉秋 洁白的手腕子给钻住了 呵呵呵呵 美人 按理说你是我的人 哎 我们家夏聘礼 在老庞家之前 哼 万没想到 老庞家比我们势力大 叫他儿子撬航 给你撬走了 但是我可不甘心了 我早就把你乡中了 你是我的人 今天我利用这个空隙 先来接你 趁着现在无人 你我先成就了美事 然后你随我远走高飞 说着话着一伸手 把新娘子抱在怀里 拎着手 就没老实了 新娘子一听不对 这不是三国旧 情急之下 他自己把盖头撩开了 啊 借着桌子上的蜡灯 他才看清 挨着他坐的是个漂亮的小伙 头上戴着月白段的扎金 身穿月白段的剑袖 英雄场 没记飘带 敞着怀 在身后还背着一把明晃晃的单刀 是斜跨白白囊 面四银行 面四银盆 人长得还挺漂亮 但是 这俩眼神 显着不正 把新娘子吓得魂不附体 刚要喊来人 被这主把嘴给捂住了 慢 胆敢抄着我要你的命 刚才我把话已经跟你说清了 你是我的人 活着是我的媳妇 死的是我们家的鬼 你懂吗 那新娘子能干吗 因此两个人就发生了私打 你想李玉秋 一个弱小的女子 怜气在害臊 在害怕 哪来的劲 就被这个人摁倒在床上 正在私打的时候 这个人就把新娘子戴的手溜 金镯子 头上的缝钗 脖子上挂的宝石的项料 全给撸下去了 一共大大小小 二十一件 然后用新人粉红色 就筹子手绢把他一包揣回来了 不但把这些东西他抢过去 而且还要拔新人的衣服 这新人就叫开开了 正在这时 三国舅回来了 原来这个三国舅早就想回新房 但是被一些好朋友活活把他拖住了 灌起来没完呢 他现在喝的也是宁丁大醉 走起路来脚底下没根 所以啊 屋里都发出四大的声音 他都没听见 哎呀 他喝的太多了 一推门 他进了屋 就在这时 他脚的眼前 好像有两个人在折他 你别看他醉 他没昏迷 他就发现有个小伙子站在窗边 把新人已经摁倒在床上了 三国舅就有点醒酒 喂 喂 谁 谁字还没等出口 就见这个人一转身 来到三国舅进前 把刀就拽出来 谁 嘿嘿 你好好看看我 我就是开封府二贫将军 玉面小大摩白云瑞 这话说的一字一板 新人李玉秋听得清清楚楚 还没等三国舅言语呢 这把钢刀从内叉子就给扎进去了 三国舅舅就掺死在门前 这个凶手作案之后 本来还想对新人无礼 偏感这事打惊的到了 怎么回事 我谁叫我呢 这小子见识不好 一脚把窗户蹬开 飞身上方式 逃之遥遥 你想这窗户一蹬开 能没伤吗 这几个打惊的往屋里看 哎呀 哎呀 国舅爷这是怎么了 紧跟着新人就哭开了 来人哪 新房出事了 打惊的到屋里一看 坏了 三国舅倒在雪坡之中 这些人吓得魂不覆体 因此这一叉叉 太师傅都知道了 老太师庞吉正高兴 一听说儿子死呢 把这老家伙吓得 俩眼睛一翻 顿时就没气了 等众人把他急救过来 他哭着跑进新房 一看儿子这模样 又轰过去了 太师傅可就乱了套了 单说房书安 瘫着大脑袋往屋看了 看他 房书安就一皱眉 心说刚才他还给我们敬酒呢 没想到这会儿将人给杀了 什么人胆大包天 干这种事 不行 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 这案子 我非得亲自经手 把凶手捉拿归案 单说老太师庞吉 哭得死去活来 最后他头脑保持了清醒 他想光哭不行 我得把事情调查清楚 这才问儿父 究竟怎么回事 一开始李玉秋也吓傻了 脸色苍白 知冒冷汗 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后来大家再三安慰 新人这才仗着胆子 把刚才发生的经过 讲说了一遍 老庞吉就问 儿父啊 儿父啊 那个人 你可认识 我太认识 他要强行无礼 跟我面对面 五官貌相 我记得非常清楚 多大年纪 二十挂临 他 他说没说 他是谁 说了 啊 他是谁 他说 他是开封府的二品将军 玉面小达摩 白云瑞 啊 儿父 你没听错吧 千真万确 一点都不带错的 哎呦 老太师庞吉 眼珠子都红了 眼望人宠之中就问 白子将军 云瑞将军 问了三遍 没人回答 因为白云瑞 没在人群呢 老庞吉点点头 好小子 我望你脸上贴金 你不往人道上走啊 闹了半天 你是杀玩的凶手 老夫妻能与你杀吗 哎呦 来人哪 赶紧给我顺教 我要赶本八宝 今天告他一撞 庞吉哭着 带着儿父上教 赶本八宝今天 方淑安听得真真的 本来他那脑袋就大 一着急 这脑袋就 比原来还大六圈 方淑安一想 妈的妈 我等老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 老叔啊 老叔啊 我说你上哪儿去了 闹了半天 你跑到新房里 都做案去了 哎呦 白云瑞 你可真不是个人 我方淑安 岂能与你善罢甘凶 我 方淑安想着一半 脑子又清醒了 把自己臭骂了一顿 方淑安 你浑蛋 你浑蛋加三计 你老叔是什么人 你不清楚吗 人品素肠 那小伙子一步俩脚印 那是何等光明磊落 能干他妈这种事吗 你就不应该这么想 哎呀 不是我老叔 究竟这凶手是何人 没有人 是什么人 你不访意 你不访意